这次大会的题目是什么 不断成长进入公圣 你连神的话都不想读怎么成长 对不对 耶稣说我的话是什么 是灵是生命 祂的话就是灵是生命 你要你的生命不断的成长 进入丰富 你一定要读神的话 好吗 回去要好好读神的话 可以吗 可以吗 要不要答应我就没有做到 你不是答应我 你是答应神 所以一定要读 要读神经 OK 我们现在很方便 很多人都不想拿神经 对不对 有一天很多人就说 神经是什么 也不知道 神经是什么 因为大家现在都看什么 看手机 对不对 不过如果你有一本神经 有一本神经的好处是什么 你可以画 今天神对我说什么 把他画一下 你也可以把你的感动写在上面 对不对 所以还是一个人要有一本圣经 好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基督现在做什么 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够让我们 每一位能够不但来到你的面前 我相信今天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你要把一个极深的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 好 让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的渴慕 我们心灵就得着保足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相信你带领我们这三天的时间 不是不会白白的过去 一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产生极大的影响 耶稣 我们感谢你 我求你继续的恩待 不管是这一堂 下一堂 还有晚上最后一堂 求你继续来对我们说话 改变我们的生命 更新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回去都不再一样 耶稣 我们感谢你 求你继续恩待保守我们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这一次的题目是 不断地成长 进入丰盛 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成长 对不对 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 周世慕 你都没变 我十年前看你 现在看你还是一样 我会很高兴 对不对 又表示什么 我没有老啦 对不对 我都没变嘛 十年 我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就表示我还是很年轻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说 你信主十年 我感觉你没有变 那你应该很难过吧 信主十年都没变 脾气还是发脾气 骂人还是照样骂人 记恨还是容易记恨 得罪你还是不能原谅 都记恨很久 记恨很久 没改变嘛 这个不太好嘛 耶稣说 他还叫我们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耶稣的心理是要让我们不但只有生命 他把生命给我们 他也要让我们怎么样 更丰富 更丰盛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今天早晨 周牧师说 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 就以福所书在那里说 满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你说我们越来越像基督 看你的旁边 看他像不像基督 你跟他说 你越来越像基督 我们应该越来越像基督 对不对 你说 以前 比如说 我如果很生气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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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气 就会想要骂人 对不对 现在 圣灵在我里面工作 不要骂人 你骂完还要认罪悔改 所以就不要骂了 你骂完还要感觉不安 还要认罪悔改 不要骂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就你里面 你里面内心的改变 这个很重要 一个基督徒 一个真正有耶稣生命的人 你一定会改变 你去年一定会跟去年不一样 如果明年我再来 你也有更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怎么样 表示你里面的生命 不断地成长 而且这个荣美 不断地成长 从他脸上可以看得出来 一同姐妹 你看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他没有长得很漂亮 但是你看他 你就很舒服 有没有啊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里面流露出来的 那个生命很美 你就很喜欢靠近他 对不对 你感觉在他旁边 有一个辛香的味道 那就是生命 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基督 人家都不想跟你在一起 赶快赶快走 我不要跟这个人走 赶快走 赶快走 那就是我们失败了 Amen 所以我们要常常改变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一些 有一些肉体的 那个老我 有啊 但是你要改变 Amen 你今年一定要比去年更好 但是我保证 如果你常常与主连结 你明年一定比今年更好 生命更丰富 保证 因为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工作 OK 不要 信主到现在都一样 都一样 都一样 都没有改变 对我们的主很不好 所以呢 耶稣有讲过一句话 耶稣说 我所做的事 你们还要做 而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 对不对 当你读到这个经文 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的感受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就说 我都要讲 我有可能比耶稣 做更大的事吗 你会不会这样想 你们会不会这样想 不要这样想 你只想前面 主耶稣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就对了 你还要想 你比耶稣做更大的事 但是耶稣的应许嘛 你连最基本 耶稣说 我所做的事 你们也要做 当然你就在四福音里面 耶稣做什么 耶稣为人祷告 耶稣在那里传福音 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叫我把好消息 给贫穷的人 给需要的人 你就做啦 你就去做啦 对不对 不要一直想 要比耶稣做更大的事 你去做 其他就交给神 你去做 其他就交给神 OK 传福音啊 把这个好消息 跟人分享啊 我昨天有说 有一个人 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 贵夫人的聚会 这些人都是贵夫人 都很有钱的贵夫人 OK 有一个贵夫人 请来做见证 他说他信主半年 他带领他的家族 四十个人信主 他信主才半年 如果你们每一个人带 不要说啦 你在教会 带每一个人 十个人 每一个人带四个人信主 在教会 忽然间增长 四十个人 对不对 就因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夫妻过去 常常吵架 吵架 所以他们的家族 都知道这一对夫妻 是很会吵架的人 后来信主就改变了 以前那个吵架 那些碗筷 都在天空飞 你懂吗 碗筷都在天空飞 然后吵架 我们再重新去买一套 因为他们的 他不是塑胶的 都是很高级的磁器 那些碗筷 重新又买 后来信主好大的改变 那他们就做一件事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对夫妻很会吵架 后来他们就请 太太先信主了 那他的丈夫就说 这个太太以前像母老虎 现在信主了 有一点像绵羊 他就说 好厉害 很厉害 以前是母老虎 现在怎么是绵羊 后来丈夫也去教会 后来信主了 他们就想 他们领受神的恩典 在他们生命里面 有很大的改变 他们就请亲戚 每次都请亲戚吃饭 然后他们就传福音 大家都知道 这对夫妻 实在很可怕 常常吵架吵架 后来看着要改变 为什么会改变呢 然后他们就做见人 就信主半年 就带家族 四十个人信主 他们还继续做见人 因为你知道 有钱人嘛 都常常请人吃饭 所以吃饭重要不重要 重要 因为嘴巴 吃饭是嘴巴开心 就会开 所以你要传福音 就请人吃饭 嘴巴开啊 心就会开 先嘴巴开心就会开 OK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这一次结束以后 我们要成长 我们要做耶稣做的事 什么事呢 今天我告诉你们 你们刚刚都没有人 给我对的答案 耶稣做什么 来 耶稣做什么 OK 耶稣做什么 我应该对 兄弟 不知道谁负责 他不动 交给你 OK 来来来来 OK 好 第一个 耶稣做什么 来 来 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 来 西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 来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常言活着 替他们祈求 耶稣现在做什么 耶稣现在做什么 圣经说 他是常言活着 替我们祈求 所以耶稣现在在做什么 在替我们祈求 耶稣不是在天上 他升天了 他不是无所事事 他不是没事情做 他每天替我们祈求 他是在替你祈求 他替你祈求 替我们 每天都在认识我们 对不对 他说 我认识我的羊 他认识我们 他知道我是周 他不会叫我周师母 周庄毕名 他认识我 他每天替我祈求 所以耶稣第一件事 他是常言活着 而且永永远远 替你一起祷告 他每天替你祷告 祷告到有一天 你见主面 替我们祈求 那当你想到 想到这件事 耶稣替我们祈求 你有没有很多安慰啊 你不要觉得 我很孤单 我没有人关心我 我遇到困难 怎么都没有人帮助我 你要知道 耶稣都在为你祷告 耶稣都在为你祷告 那你看 耶稣不但为你祷告 耶稣在世上 他也告诉我们什么 他是那个 什么样的主啊 一起来念 天天背负我们 中担的主 他是那位天天背负 我们中担的神啊 对不对 他就天天愿意 背负我们的中担 他不但为我们祷告 你有中担 你有困难 你有挫折 他愿意帮你担当 所以你不要做基督徒 你为什么那么仇苦啊 因为耶稣 有耶稣替你承担 有耶稣替你祷告 为什么你觉得 没有人爱你 你错了 他还是永远爱你 他爱我们 是爱我们到底的 他爱我们到底 他不但爱我们到底 他为我们祷告 他现在的工作就是 做祭司 做大祭司 为我们祈求 所以不过 你遇到什么 那你一个女生 他为我们祈求 再加上你的祷告 他又加上 耶稣的祷告 哇 那个力量多大 对不对 力量多大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不需要自己去承担 所有的胆子 耶稣说什么呢 来 一起来 他说什么 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 来请 凡老苦 但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 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胆子是轻神 他为你导公 你干嘛要被中担 对不对 你干嘛要自己负担 你就交给神 然后你交给神 你知道有一天 有一个 我问一个小妹妹 小朋友 小朋友 你怕不怕 如果今天 这蛋来敲你的门 你怕不怕 他说我一点都不害怕 为什么你不害怕 我请耶稣去开门 对不对 耶稣帮他开门 因为耶稣怎么样 他就是以我们同在 他住在我们的里面 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他为我们祷告 那既然耶稣为你祷告 你干嘛 你干嘛不依靠他 我们有没有软弱的手 有没有灰心的手 有没有挫折的手 你就告诉耶稣啊 有没有难过的手 你就告诉耶稣啊 我慢慢学习 有时候有一些 我不能跟人家讲 对不对 很生气 我就一无一时地告诉耶稣 我知道他在为我祷告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现在是做什么 为我们祈求 他是常言活着 为我们祈求 当你遇到忧伤 当你遇到困难 当你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 你知道耶稣 你在为我祷告 那就寻求他啦 耶稣你给我一个答案 你居然为我祷告 我相信在你里面有答案的 求你把答案告诉我 耶稣会不会告诉你答案 会啊 耶稣一定会告诉你答案啊 我该不该在这个公司 继续留下来 或是耶稣 你要带领我前面的道路 我要不要你们在做生意 我要不要做个决定 你祷告 你里面有平安 你去做 因为耶稣会给你答案 你要不要忘记 耶稣为你祷告 再用15秒钟行吗 谁的车挡住了居民的捉位 车牌号是Rawford 一个PRH4565 赶紧挪开 警察刚才来了 没有开单子 警察一会儿来 要开单子 如果现在挪走的话 还没有机会得单子 以后不要再挡住人家捉位 这是点事 他停在人家门口 不然你就 你就花钱 变得花钱消灾 本来师母的课是免费的 不不要钱 本来您的课是免费的 要吃罚单 就是不免费的 给他给一个罚单好了 他如果不开 给他一个罚单 OK 好 就是你看 耶稣是常言活着替我们祈求 所以你有困难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你是孤单 耶稣就在为你祷告 对不对 他既然为你祷告 你要求一个答案 你说耶稣 我现在应该怎么样 我现在应该怎么去面对 有答案的 你看今天周牧师说 当他五十岁有癌症 我就在那神的面前祷告 神就给我花 我就很平安 我就不难过 我本来第一个 我想说 他生病的时候是五十岁 我是四十五岁 我是神 我要干嘛那么年轻 就要当寡妇 癌症 淋巴 又是跑全身的 对不对 但是当我祷告 神就给我答案 不要挂虑 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感谢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神就问我 你要什么 神就问我 当你祷告 你亲近神 你跟神对话 因为他也在祷告 那你跟神对话 神就说你要什么 我说神 我要一个健康的丈夫 神还真的给我一个健康丈夫 比我还健康 真的周牧师比我还健康 他讲三堂道 他就去打网球 我要讲三堂道 我就回家翘脚 我脚好酸 我就要翘起来 不能再站太久 他没有问题 他真的没有 神恩典 对不对 我就非常放心 你有神给你的答案 你不要觉得你是孤单的 你自己一个人被重担 你可以享受安息 你可以得安息 因为耶稣天天背负你的重担 OK 那我看下面是什么 好 这是第二个 那我要来跟你们讲 就说 那我问你 耶稣在为我们祷告 你要做什么 耶稣都在天长颜活着 替我们祈求 耶稣说 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 你们要做什么 你们都不回答我 好像美国 美国的信徒很客气 或是美国的信徒 都什么都不懂 所以都没回答我 你要做什么 祷告啊 祷告啊 他不是说 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吗 而且你会怎么样 做我比我更大 你要经历更大 更荣耀的事 不可能的事 都要变成可能 对不对 所以你要祷告 他做 他在长颜活着 递我们祈求 然后我们就要祈求 所以我们要祷告啊 你祷告亲近神 你把每一件事都交透给神 就像我 我为周牧师祷告 对不对 希望他服事更有恩高 我为我有两个儿子 我为两个儿子祷告 他们也是牧师 求神祝福他们 不管在哪里 神都能够使用他们 我为我的媳妇 我为我有四个孙子 你知道我每次去健身房 我都在高厢 我都用方言 为四个孙子祷告 我用方言 我去烤箱 我去蒸 我烤箱 我可以烤半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我就在用方言祷告 我为大孙子 用方言祷告 我为二孙子 我用方言祷告 我为老三 我为最小的 才两岁 都用方言祷告 那你知道 你不要以为 这样祷告没怎么样 我告诉你们 真的有怎么样 有一天我儿子打电话给我 因为我每一次 我去运动 我在考乡 或是我有时候在走路 我都为他们祷告 每一天都为周牧师 为我的孙子 为我的媳妇 为我儿子 为我儿子 为媳妇 他们两个家庭 为我四个孙子祷告 你不要以为没怎么样 有一天我儿子打电话来 他说妈妈 好危险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们本来 我儿子开车 然后旁边 他们是耶稣亚敬拜团 他们要去花莲写歌 然后他们就开车 那个时候还没有 4月3号那个大地震 还没有 4月3号地震 就常常有石头 从山上掉下来 那个时候还没有 他们要去写歌 那四个人 那后面 做我的媳妇 还有我的小孙女 两岁 他说好奇妙 为什么 那个有一大块石头 从山上掉下来 就掉在他车的前面 你说那个石头 如果掉在他们的车 特斯拉的车 它还不是Bobo 还不是Benz 我告诉你 就是Bobo 就是Benz 我看也会扁的 因为那块石头很大 从山上掉下来 他说就掉在我前面 你说奇妙不奇妙啊 是不是神的保守啊 是不是神的建固啊 你就说凑巧 没有凑巧的事 神掌权 他说真的很奇妙 如果再一两秒 就掉在他们的车上 他们全 才四个人就全死了 真的全死 我就好感恩哦 就你以为说 我们这样祷告 没有怎么样 其实神都在眷顾他们 为他们祷告 神都在保守他们 对不对 所以我好感恩 我说神啊 我感谢你 我虽然我的儿女 我的孙女 他们就离我很远 可能他们有时候 去这个地方 去那个地方 但是 我就是用祷告 求神来保守他们 对不对 你知道你在祷告是什么 祷告是什么 我如果为这个姐妹祷告 我是在建一个什么 一个车 一个盖 一个好像赏 就保护他 你知道吗 你做父母的 你就是建立一个伞 在他的头顶上 保护他 那就是我们 祷告的国效 所以做父母 为儿女祷告很重要 做主父母的 为你的孙子 每一天祷告很重要 我都为他们每一天 都用方言祷告 好 去年 再讲一个见证 很奇妙 我小儿子 他送他一个孙子 到纽西兰去游学 三个小孩去游学 最后一天 第二天要回台湾 因为他住的那个家庭 那个传道人 我们奥克兰的传道人 他有一个游泳池 我的苏女就想说 我明天要回台湾 那你要去游泳 很不方便 对不对 住在这个地方 我赶快晚上游泳一下 然后我明天就可以回台湾 所以他就游泳 来游泳 OK 那你知道在美国 我没有看到 在欧洲 澳洲 纽西兰这些地方 你知道他们的厕所 他们的洗衣间 他们一定有什么 那个墙壁有那个铁 他们有铁架 你可以放毛巾的 你可以插电 然后有热的 那毛巾就一下就干了 就不会发臭味 OK 在国外 台湾没有 美国也没有 你美国有吗 没有我也没看到 但是在纽西兰 在奥克兰 在澳洲 这些地方都有 所以我的书女那天想游泳玩 游泳玩 她就想 她把她的游泳衣 放在那个 炮架上面 弟兄姐妹 那个烤架会热的 游泳衣不是棉的 你放毛巾 OK 毛巾会干 不会怎么样 但是你放 除了毛巾 除了棉之外 她去放什么 她去放她的游泳衣 结果呢 半夜呢 就冤了 就熏很多冤 那你知道那个房间 她睡的 她一个人睡那个房间 墙壁都黑了 墙壁都黑哦 她给我看那个相片 你可见那个烟多大 墙壁都黑了 但是我的孙女没有熏尸 没有被烟熏尸 她是被烟熏刑 结果她就起来了 因为烟很大嘛 她就起来 然后去叫那一对夫妻 然后她赶快把那个垫 插头拔掉 我一听到 我那个传道人 就把那个 那个塌塌的墙壁都黑了 都黑了 她说 那个要花很多时间来 油漆来装修 都黑了 她说 我孙女 得保守 弟兄姐妹 你知道每一次火灾 那些被火烧死的 绝对不是 她一定先什么 被冤死 一定是被冤死 然后逃不掉嘛 如果她还活了 她干嘛不跑啊 就是被冤死啦 可能睡觉 就被冤死 然后就相对的 你跑不定 你冤死 你就不可能跑掉 她就烧死 那是很奇妙 我的孙女 墙壁 那个房间的墙壁都黑 她就没有熏傻 她是熏心 你说那奇妙吗 那就祷告 所以我都常觉得 我为他们 每一次用方言祷告 很有果效 所以你要不要祷告 耶稣现在就 长年活着 替我们祈求 那如果再加上 你的祷告 那不得了啊 你要经历很多神迹 不是吗 不可能的事都要变成可能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要不要建立 你的祷告生活 你不但为自己祷告 为你的家庭祷告 为你的儿里的信仰祷告 为你夫妻的关系祷告 为如果你没有孙子 为孙子祷告 为你的家族祷告 你就看见 神的恩典在他们里面 很丰富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只是听我祷告 你祷告从信主到现在 听多少祷告的信息 算不完 对不对 教会牧师 有没有要一直讲祷告 耶稣有没有讲 耶稣讲例子 只要人什么 常常祷告 不可什么 为心 神也要我们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建立祷告的生活 你就可以经历神迹奇事 你就可以经历不可能的事 要变成可能 你要祷告 祷告当然什么 包括敬拜 包括赞美 包括感恩 包括祈求 包括带祷 对不对 我有什么事 我祈求 但是我看到这个姐妹 有一些事 我就为她祷告 不是 这叫带求 对不对 你有说什么 神听你的祷告 你就感谢 有时候你想 我今天也没什么可以带求 我就赞美 神我感谢你 你看世边很多的赞美 对不对 因为你是什么 你是那伟大的神神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的信实直到万代 你是不改变的神 你从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 你可以这样祷告 谁被圣经好处 就用神的话祷告 我告诉你 弟兄姐妹 如果你用神的话祷告 这种祷告会不会垂听 一定啊 神说话算话 我说话不一定会算话 因为有时候我的力量做不到嘛 对不对 但是神说话一定算话的 你如果用圣经的话祷告 会不会应愿 当然会应愿 你祷告 耶稣说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寻找 就寻见 扣门 就给你开门 神就给你开门 更何况你为别人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建立祷告的生活 好吗 你们这次回去 你每天花一点时间 你不但读四章圣经 我总是给人家功课做 帮助你们 不然你听完了 回去 我告诉你 回去 就从这里出来 你试试看 今天晚上 你回家 你想想你今天听的是什么 都写不出来 写不出来 因为忘记了 如果有做笔记 还记得再看一遍 对不对 回去 你就去行 但是你再把它化成你的祷告 化成你的祷告 对不对 你就 不是这样祷告 因为耶稣说 你祈求我就给你寻找 就寻见 寇门我就给你开门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现在在天上 常年活着 替我们祈求 那再加上你的祈求 你会不会经历神迹奇事 你会不会经历 不可能的事会变成可能 对不对 我昨天有在 我昨天有在这里做见证 对不对 不是昨天 是昨天 我忘记 我不是医生说 我心脏 我要开刀吗 我要装两个支架吗 对不对 我就开始祷告了 我不但祷告 我感恩啊 我感谢主啊 神啊 我的心脏 我活到七十几岁 他都没有给我停过一分钟 两分钟啊 要不要感恩啊 我感谢神 感恩啊 我感谢我的心脏 结果我真的躺在手术台里面 医生说 好奇怪哦 怎么都没有晒出 他已经做MRI 很清楚 不然他干嘛给我开刀 他干嘛 让我在手术台里面 他干嘛打麻药 他干嘛打血灵气 都做了啊 但是医生说 好奇怪 我说医生 好奇妙 是神医治我 不是这样吗 那是祷告 但是我没有祷告 弟兄姐妹 我真的没有祷告 求神医治我 我只是感谢这个心脏 他忠心跳动 七十几年 都没有给我停过 一两分钟 对不对 我没有祷告 我说神啊 你医治我 我说感谢啊 我说感谢 所以这也是感谢 也是祷告 不是吗 也要感恩啊 你不要一直求啊 求啊 求啊 有时候感恩 感恩 感恩啊 对不对 感谢主啊 神也行神经啊 对不对 所以我就 医生第二天说 你回家 你回家 你的心脏非常的好 那你看我到现在 已经过了两三年 我还是可以去运动啊 那你说我会不会喘啊 还好耶 会不会闷啊 也还好都没闷啊 到现在也没有闷啊 对不对 你看我那么有力气 有没有有趣无力 讲话这样 没有啊 讲话比你们还大声 我比你们还灵活 不是吗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经历神的恩 为什么要 耶稣长延活着 替我们祈求 还不够耶 也要你自己祈求 耶稣祈求 跟加上你祈求 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 你就可以经历 神更大的恩典 所以啊 你要经历 神更大的恩典吗 信仰是可以经历的 不是只是在这里 信仰是在这里 你可以去经历神 我经历很多神的恩典 经历很多神的恩典 神真的在我身上 做很多很多奇妙的恩典 我祷告神就 神就 神就成就 对不对 那有没有困难啊 有啊 有困难啊 你知道吗 我有一点 我祷告 你真的认真祷告 神会跟你说话 会跟你说话 我儿子在美国读书 然后其实他在美国那一段 我们在洛杉矶 也开始一个灵粮堂 他都在教会里面 有很好的辐射 但是当然那个时候 在加州的灵粮堂 也出了一些问题 OK 可能小孩看多了 所以回去 他就 就没有那么火热 他回到他大学毕业回台湾 他马上有工作 但是他礼拜天 每次都坐到楼上最后一排 他来崇拜 我儿子就坐在楼上最后一排 因为什么 因为他不想让人家知道 他是周神诸牧师的孩子 那就为他祷告 我没有给他压力 我也知道他在美国看到 那个整个教会可能有一些困难 有一些问题 可能让他也很挫折 对不对 我也了解 但是我不强迫他 我就为他祷告 你是不是到有一天 我就为他祷告 OK 他那个时候很怕 人家知道他是周神诸牧师的儿子 他很怕 就希望大家都不要认识他 OK 他就觉得 参加小组 他也乖乖参加 但是觉得压力很大 他就人家 他为什么 我说你为什么压力很大 他说因为我是牧师的孩子 所以我一定要先分享 我问你不想分享 没关系啊 有谁规定牧师的孩子 要先分享 他给自己压力 我给自己压力 OK 好 那你知道我在为他祷告 每天都为他祷告 我没有停止的 到现在我都为他们祷告 我不但为孙子 我为儿子祷告 每一天 特别现在他们已经做传道 每天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祷告 有一天神告诉我 我在为他祷告 神就对我说 他说你相不相信 我如果改变你的儿子 我会用他 也胜过他的爸爸 这样神跟我讲 我相不相信 如果他真的改变我这个儿子 神会用他 也胜过周牧师 我说神啊 当然你如果做 我当然相信 结果很奇妙 神就真的去改变 他就去 他很奇妙 我都不要讲得很详细 就在不得已里面 我就送他到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新加坡康熙牧师那里 他说前三个月 康熙牧师说 如果他不是周神祖牧师的儿子 我就把他kick out 吊铛铛 受不了吊铛铛 但是因为他是周神祖牧师的孩子 还是对他好一点 OK 但是你知道 他去那里第四个月 他说妈妈 我每一天早上在chapel time 我就哭 足足哭了三十天 男生 儿子 意思什么 圣灵在他里面工作 足足哭了三十天 圣灵 遇见神啊 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了 那就是我们祷告的国效 不是吗 他整个改变 所以 其实那个时候 我负责 我们灵粮堂的青年事工 我们那个时候 有八百个青年人 青年事工 他回来 我慢慢 在我下面 慢慢我就把这个青年事工 交棒给他 弟兄姐妹 神就可以做这么荣耀的工作 靠什么 你祷告啊 我不知道你现在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你儿女离开神 你祷告 每天不要停着为他们祷告 你会发现神很奇妙在他们身上做工作 Amen 所以要祷告 或者你们夫妻的关系 或者你也发现 我告诉你 有一天 我们教会有很多 有夫妻 很多问题 那有一天 有一个弟兄说 周师母 你赶快来我家 不然我会把我太太杀死 严重 严重 我一定要跑到他家 不然他把他太太杀死 但是你看 这夫妻相爱的时候 每个人 也很少看到这样 来教会 弄 手牵手 来教会 多恩爱 但是一吵架起来 就要把太太杀死 那你说 我跟周牧师要不要去 当然去了 那周牧师很奇怪 他去 他说 以前我看到你们家 有基督是我家之主 这个牌子什么都没有 吵架了 连基督都不要了 这个牌子就拿掉了 基督是我家之主都没有 难怪这出了好大的问题 对不对 那你就是要帮助他们 Amen 让他们就说 有时候这么大的问题 神还是可以解决了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的神是专门解决 疑难杂症的问题 你解决不了 神可以 所以你就要祷告 Amen 让神在他们身上工作 你到幕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他遇到好 好坑 他不一定叫我 吵架 他就叫你 OK 那没关系 我们就是很希望 要祝福每一个信徒 家庭和谐 幸福美满 对不对 恩爱 恩恩爱爱 就是这样 所以弟兄姐妹 祷告 我们真的祷告 Amen 不管为你自己祷告 为你们夫妻祷告 为你的儿女祷告 为你的孙子祷告 或者你家族还没有信主的 为他们祷告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 这个姐妹 她信主 那家族都没有信主 她有钱都没有信主 但是为他们 她就信主了 然后她丈夫也信主了 然后他们就带家族的人 信主半年 我想 我那个时候听她见证 才信主半年 后来我就没 因为她不是我们领粮堂的 她是别的教会 我只是去参加这个聚会 那我相信后来就把家族 全部都信主了 对不对 因为那有很好的见证 很好的见证 而且他们也祷告 慢慢慢慢 家人就心就柔软 心就柔软 所以耶稣不但长年活着 替我们祈求 我们也要祷告 Amen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我不但要你们读圣经 如果你们这一次把读圣经 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把祷告养成好的习惯 就赚到了 是不是 你赚到了 为什么 明年我来 你们的生命不一样 一定是不一样 我讲的每件事你们都懂 为什么 因为你经历神 Amen 好 第一个 耶稣是长年活着 替我们祈求 第二 这个 做PPT的 很有 很急 就给你们第二个 第二 耶稣现在做什么 一起来念 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 来请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这是另外一个翻译 你们应当信神 也应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错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 也是为你们一方去 我若去 为你们 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 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 也在那 耶稣现在做什么 预备地方 耶稣现在 在做什么 为你预备地方 祂不断为你祷告 祂为你预备地方 弟兄姐妹 这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 我们只不过暂时的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本来你的家在中国 对不对 在中国 现在你搬到这里 但是这里也不是你永远的家 我呢 我本来的家是在菲律宾 我是菲律宾华强 我24岁就到台湾 但是台湾也不是 一直到现在 我24岁 现在77 已经53年了 那在台湾也不是 我永远的家 不是吗 真正的家是在哪里啊 耶稣为我预备的 那个永远的家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你读完这个圣经 你知道这世界不是 不是我永远的家 也不是我永远的家 任何一个地方 都不是我永远的家乡 你可能有一天 神又把你带到别的地方了 对不对 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 这地上不是我们永远的家 但是 你知道 现在 耶稣在 为你 预备一个地方 那才是你永远的家乡 所以你读到这个经文 你看到 哎哟 为什么他住的房子那么漂亮 为什么他家呢 更漂亮 好几层楼 他家呢 好大一个房子 非常的大 你也不要羡慕 因为他只不过三十的 只不过三十的 你知道 我感谢主了 我们 我们 我们家是普通的 家普通 但是我妈妈 就 我有前面的 前面很多姐姐 我妈妈找 找女婿 就找老师的 不一定有钱 不一定有钱 但是我发觉这些 我的姐夫都很认真做 后来神都祝福她 有一年 有一年 我是住台湾 有一年我回去 每一个人都买西 不但有地 又有家 就是一个house 不像我们在台湾 只是一层楼 台湾一层楼 已经比他们 现在的房子更贵 因为台湾地小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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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台湾小 所以房子也很贵 他们都是地很大 然后有房子 每个人 我姐姐 我哥哥 每个人爱你来看我的家 我每一次 我去看他们家 有一个花园 有一楼 有二楼 还有好多房间 只不过住三四个人 好多房间 还有很多空房 很多空房 对不对 很漂亮 我为他们感谢神 但是我一点都不羡慕 但是我把它 跟我在台湾 比较起来 是不能比 但是我一点都不羡慕 因为我什么 我知道那是永远的 Amen 我讲错 你们怎么都没听对 没有听到我讲错 就表示都在睡觉 那是暂时 不是永远的 对不对 你知道我现在 我今年回去 我一直看他们的家 都旧了嘛 会不会旧 我在天堂 家会不会旧 永远是新的 你也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 就是说 现在有 我们要吃 圣经说 我们要吃足 成乐嘛 满足嘛 你的比较 人比人 为什么 气死人啊 你怎么能比啊 为什么他 他 他 他住的比较大 为什么他那么好 小孩很会比较 对不对 我们都常说不公平 但是地上本来就不公平 你知道吗 那个 我的第一个孙女啊 他有一位性皮肤炎 你们知道 一位性皮肤炎吗 就很多海鲜 都不能吃 然后呢 你只要吃到一个他不能吃的 他就 哇 全身哦 抓啊 抓 很可怜 抓很可怜 这叫一位性皮肤炎 很多海鲜都不能吃 有时候不但是海鲜 有时候某一些东西不能吃 他吃了就会抓 他整个很痒 很可怜 就有一位性 那老二呢 也是有一点皮肤的毛病 就是说皮肤 但是没有像 老二有一天啊 吃那个一个海鱼啊 不能吃鱼 哦 他整个嘴巴就肿起来 感谢主不是肿在这里 如果肿在这里 你就死掉了 不能呼吸啦 他肿在嘴巴 嘴巴就肿起来 哦 他就知道他 他不能吃鱼 他不能吃鱼 OK 好 那就 这小孩知道了 我吃什么 他们吃什么 他们会难过 喉咙会难过 他们都很知道了 所以啊 他都不碰了 这些东西都不碰 那生了老三 那他老三生出来就 也是男生 老大是女的嘛 老二是男的 老三 然后呢 周牧师就跟哥哥 姐姐哥哥去看这个老三 婴儿嘛 去婴儿房看这个老三 然后周牧师就跟 我的大孙子说 哥哥姐姐 我们来为弟弟祷告 祷告什么呢 第一个 让他没有异味性皮肤炎 第二 让他不会过敏 第三 让他什么都可以吃 然后周牧师才祷告到这里 然后这两个小孩 就同时说 不公平 两个小孩 很小 两个只不过差几岁 几岁几岁几岁 老二跟老三差两岁多 老大跟老二差两岁多 他就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这个弟弟什么都可以吃 啊 我们海鲜也不能吃 对不对 啊 那个鱼也不能吃 反正有很多东西不能吃 为什么他什么都可以吃 他都说不公平 这地上本来就不公平 不要觉得 没关系 不公平也只不过是暂时的 我们不会常常有觉得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你祝福他 你都没有祝福我 为什么你让他都非常顺利 我都为什么挫折那么多 弟兄姐妹 有时候你有挫折有困难 你要记得 那是神给你化妆的祝福 神要给你化妆的祝福 你不要记得 为什么会碰到这个事情 对不对 你要相信神掌管一切 神掌管一切 都是一些 就是有困难 就是有不公平的事 你知道神掌权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盼望 不在乎这一块土地 我们的盼望 也不在乎这地上的物质 我们的盼望 在乎什么 没有回答我 我们盼望在乎什么 神嘛 大卫说神 你是我的神 我的好处 不在 对不对 求你保佑我 但是我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我有没有这个境目 我看一下 OK 那 就是这个 你看大卫在诗篇第十六篇 他说 耶和华 全面 应该有全面 我们先看第十六章 等一下我再讲上面的 来一起来读 诗篇十六篇 来一起 神啊 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 投靠你 我的心啊 你曾对 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大家会知道 我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如果不是在神 如果不是在神里面 弟兄姐妹 注意听 那不一定是好处 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不一定是好处 大卫说 我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意思是说什么 在你里面 都是好处 明白吗 在你里面 都是好处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在里面 后面呢 再继续读 我们先来读这个 OK 等一下 好 继续读 来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悲中的份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用神粮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家美之处 我的产业 实在美好 我必称颂那指教 我的耶和华 我的心肠 在夜间 也警戒我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知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 也要安然居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 指示我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第一个大卫说 我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第二他说 耶和华你就是我的产业 你是我悲中的份 耶和华你用神粮给我的地界 是坐落在家美之处 神啊 只要你粮给我是最好的 对不对 然后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的心欢喜 他当然说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这个我等一下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 要安然居住 一同姐妹 你读这个诗篇 你以为是大卫 周王写的诗篇 是不是 不是 这是他逃难的时候 写的诗篇 逃难 被少罗追赶的时候 那为什么被少罗追赶 因为他把哥利亚打死 对不对 然后那些妇女就唱 大卫杀死 万万 少罗杀死 千千 这个少罗王他听 千千归我 万万归大卫 你知道吗 圣经说 从那一天开始 少罗王就想杀死大卫 一个王要杀死大卫 容易不容易 当然容易啊 但是他杀杀杀杀了 十几年都没办法把 大卫杀死 为什么 因为他是神所拣选 弟兄姐妹 少罗王用十几年 要把大卫杀死 他杀不死啊 为什么 因为大卫是神所拣选 所以弟兄你怕什么 神没有容许你不会死 会不会 不会啊 对不对 你知道有一年 我每一次都习惯做华航 因为华航我们在累积里程 就可以深等做商务舱 对不对 那有一年不是在华航 那个桃园 我们飞机试试 那我又要做 那个时候我孩子都在美国读书 已经读大学 那我还是要坐华航来 我还是要坐飞机来看他们 那我儿子就说 妈你干嘛要坐华航很危险 我说儿子安 如果时间没到 我都不会死的了 还不是这样吗 我那台飞机就是没有舟师母 如果那台飞机有舟师母 不会空难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 你怕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很勇敢 还是坐华航 到现在还是坐华航 因为华航有持飞到纽约 刚刚谁 长龙我也知道 但是你要坐一样飞机 你可以累积里程 对不对 你这换来换去 我们也习惯坐华航 本身 以前长龙没有了 华航比较早 OK 那神保守吗 你怕什么 你时间没有到 你不会死的 有时候坐华航说 好危险 我说坐华航说不会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罪 没有认 所以还不会死 因为神也要我们认罪 对不对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 没有 神要我们做的是还没做完 可能我们还有很多罪 没有认 第二我们的时期还没到 有一年我们去退休会 后来那个退休会 下来的时候要绕一个身 要绕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绕 反正我们已经退休会 结束 大家很兴奋 因为很多的收贺 很喜乐 我们就在车上唱歌 敬拜神 有一些分享 一个小时到三下 然后那个司机 比我们还紧张 那个司机一下来 我们就在一个餐厅休息 那个司机就说 这车的人的命很大 因为他在开始开车 开车下来 那个刹车 脚刹车坏了 你要知道他要绕那个山 对不对 他的脚刹车坏了 他没办法 因为那山人 你不能停 也不能叫我们走路 他开车都要一个小时 他还是凭信心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 没有啦 不是啦 他不是基督徒 凭信心 那因为里面有周师母 所以还是会平安到山下 对不对 弟兄姐妹 你要相信 怕不怕死啊 不需要怕死啊 对不对 怕得罪神倒是要怕啦 怕得罪神 怕犯罪就要怕啦 不会不怕死 如果神要你做 你就不要害怕嘛 神一定会保守你嘛 这就是大卫 对不对 他虽然少了要追赶他 他还是感觉 神你良给我是做了在加美之处 不是做王哦 是追赶哦 是居无定手 但是他的心态是不一样 弟兄姐妹 求神给我们一个对的心态 不是说我顺利 我就感谢 一定是神祝福 我不顺利 我就抱怨 神你怎么没祝福 搞不好这个不顺利啊 你的生命会更成长 你顺利的时候 你常常怎么样 把神忘记耶 你什么时候 你祷告最多 我问你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祷告最多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依靠神最多 不是吗 你顺利的时候 你就把神忘光了 你觉得啊 我很厉害 我都很顺利 对不对 那你就 所以啊 很多事情 我们就感谢神 神良给我们 绝对是好的 Amen 顺或不顺 都very ok ok啊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Amen 所以大卫说什么呢 你 我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 因为你会将生命的道路 主是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这地不是我们永远的家 所以不管你遭遇什么 所你一个感恩的心 不管你的环境什么 我还是感谢主 不过我遇到一个好难 难产的老板 感恩 因为是神把你放在这个地方 除非神说go 你才go 神说没有go 你不能go 你不能离开 你还是在那里学 你要学功课啊 你的生命就成长了 有一天你说感谢主 因为这个老板 我的生命就成长了 不是这样吗 在神没有 没有偶然也没有 没有意义的环境 神把你放在这个环境 就神要训练我们 Amen 就神要训练我们 OK 就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更新改变我们 要改变我们 不断地改变 OK 所以啊 大卫 他如果没有被少罗追赶 有那么漂亮的诗歌 写出来吗 你读诗篇最感动 你是什么 就少罗追赶 他在写出的诗篇 心里的话 心里对神的渴慕 心里对神的祷告 包括心里最 对好像心里的抱怨 对不对 那这神都愿啊 他神知道我们的心 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会有什么态度 但是你要记得 你的心不要离开神 神良给你都是好的 Amen 我告诉你 我们人很可怕 包括周世 我们很会比较 以前我看到很多 很出名的那个讲员 我说周牧师 为什么不像他 这个很出名的讲员 神很用 我就会比较 周牧师为什么不像他 错了 周牧师就是周牧师 结果他现在是什么 最好的 我们都很喜欢比较 把周牧师就跟别人比 他周牧师就周牧师 他有他那一份 我觉得周牧师 你知道我今天那道 他讲道 有一些都 我虽然是周大太太 但今天讲道 我很认真的听 因为很多东西 我们都没有听到 都是新的领受 对不对 我很得帮助 你们有没有得帮助 有啊 都有一些新的领受 你看活到83岁 还常常从神那里领受 都不简单 对不对 那就是感谢主 以前不懂 常常会比较 为什么他不像这个 出名的布道家 为什么他不像这个传道 以前我们不是 常常很多很出名的 讲员来吗 你都会去比较吗 对不对 那时候还没到嘛 这时候到了 我的先生是最好的啦 不是吗 我们每个人 在神面前都是最好的 Amen 你跟你的旁边说 我是最好的 跟你旁边讲 我是最好的 你不相信啊 你们在神的心目中 都是最好的 我们都没有完全 耶稣也知道 我们都不完全 但是我们都是最好的 对不对 你说在十二个门徒当中 那个会甚至否认主 难道耶稣不知道吗 但是他就让他做什么 那个时候第一任的主任牧师 第一任出在教会的主任牧师 就是彼得 就那个三次没有认主啊 所以耶稣的心目中 他不是看我们的失败 他是看我们的心 彼得跟犹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彼得悔改 痛苦 对不对 他痛苦啊 他悔改啊 犹大呢 好可惜啊 就去吊死了 干嘛要吊死 悔改就好了 他就去吊死了 这两个人的不一样 你说耶稣对他们两个人的爱不一样吗 一样 神从来不偏待人的 神不会说他比较爱你 就不爱他 神会这样吗 圣经说神是不偏待人的 神没有偏待人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神的祝福 因为你自己离开神 神要祝福你啊 但你离开神啊 你没有走在神祝福的轨道 你说火车嘛 火车你走在这个火车的轨道 顺不顺 很顺 我们应该到几点 四点 真的三点五十啊 好像我印象到四点 对不对 还有时间 我反正也快讲完了 OK 所以 稍微不要讲了 OK 好 那我要跟 好 那我一定要讲最后 OK 好 那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 对不对 再给你们看 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我去 为你们预备地方 对不对 有一天会再来接你们 但是耶稣用什么材料预备啊 他预备地方用什么材料 他用什么材料 他用你送去的材料 来读这个经文 保罗说什么 我造神手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你们怎么都没读啊 你们都睡觉了 只是 因为那已经立好根基的 就是耶稣基督之外 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 草木合结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活发现 这活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 还有前面 人那在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 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你用什么材料 你是用金银宝石吗 或是你是用草木合结 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有一天有一个牧师 虽然是一个故事 跟教会的司机上天堂 然后天使就带这个司机 去看他在天堂的房子 弟兄姐妹 你在天上有房子 耶稣说他在天上 为你预备房子 我有你也有 但是我们将来的房子不一样 不一样 好了 这个天使就带 带这个牧师跟教会司机 去看他的房子 哇 那个司机带房子 那个房子好漂亮 然后这个牧师说 我的房子一定比司机更漂亮 OK 然后呢 就带这个 看完 那个司机的房子 然后天使就带这个牧师 看他的房子 哇 这个牧师好失望 他跟天使说 为什么我的房子 比教会司机的房子 还不如啊 天使说很公平 因为你在工作的时候 大家都在睡觉 这个司机在工作的时候 大家都在祷告 听懂吗 因为这司机开车开太快了 大家坐他的车都在祷告 我以前到去大陆 我们做大陆的司机开车 我真的在车上一直祷告 你们从中国来的 知道吗 很会赚啊 要祷告 不然就没命 他说 你牧师 你在工作 大家都在睡觉 牧师讲到下面都在睡觉 听懂吗 那是你的材料 所以牧师的房子都不如这个司机 虽然是一个笑话 但是弟兄妹妹 我要告诉你 将来你的房子跟我的房子是不一样 你的房子跟他的房子 你们是夫妻吗 你的房子跟他的房子 虽然夫妻都不一样 就看你在地上为主做了什么 你就是送材料到天上建造 你要希望你在天堂的房子是漂亮吗 好好为主做事 神要你做什么就去做 你不要乱做啊 不要鸡婆 什么都要鸡婆 神没有叫你做就不要做 神要你做 要你去服侍儿童 要你去关心一个人 要你去为人祷告 你就做了 那你就是送去的材料 神要你教主入学 神要你做 做青年事工 你就去做啊 你就再送材料 神不要你做的都不要做 你会发现有一天我们到天堂 我们是做白工 是朝暮和谐 经不起活的考验 我要的 神要的是什么 金灵宝石 什么叫做金灵宝石 神要你做的 明白吗 你也不要做基督徒 做那么久 每天就只负责 礼拜天就 礼拜天就负责什么 来做礼拜 就去做做做 什么也不动 也不传福音 也不关心人 也不带你的家人信主 你什么也不做 那当然你的房子也是 朝暮和谐 保证 我没有骗你 这神经的话 不是我的话 你要你的房子 是金灵宝石吗 为主做 那怎么做 神感动你 去做什么 你如果是一个 你如果是一个职员 你如果是在 你看 那个圣经里 你如果是一个 是一个厨师 劳人师 他虽然炒菜 但是他心里都在敬拜神 他是有神 连厨房都满有神的同在 那就是金灵宝石 你不一定是做 像我们这种 讲台 不一定 也不一定 每一个牧师 像讲台 会是金灵宝石 如果我今天讲的 不是神要我讲的 那是草木和谐 对不对 人不会得帮助 如果神要我讲 我讲了 那才是金灵宝石 不一定 你不要以为 牧师做的都是金灵宝石 如果神要我做 我去做 OK 没有问题 如果神不要我做 我就真的不要做 我顺服神 Amen 就这样 我们基督徒就是 神要你做什么 就去做 神不要你做 也不要去做 对不对 神要你去关心人 就去关心 谁要你传福音 给这个人 就去传福音 反正神负责嘛 他有没有信主 都不是你的责任 能够让人信主 也不是你啊 是圣灵的工作 你就做啊 对不对 神要你去关心人 你就去关心啊 对不对 这些人都聚在他 上面 都聚在天上 那是金灵宝石 那神不要我做 我都不要做 教会的工作 永远做不完 像我们传道人 永远做不完 但是我们一定要做 神要我做的 做不完啊 对不对 传福音也做不完啊 你不要说我们台湾 传福音那么久 基督徒也只不过7% 中国大陆 虽然是福音很 有一段时间福音也广传 还是啊 多少啊 对不对 5%啊 还不到5% 没有 50% 可能温州 可能有一点50% 基督徒 别的地方 5% 对啊 所以还有 你要努力95% 对不对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祷告 那美国更不用说 你以为美国 都很多基督徒啊 门都没有 现在已经 没有像过去那么单纯 他们需要回到过去 因为这个国家 是以基督 是以圣经作为基础建造 但是离开神啊 对不对 我们都要悔改嘛 我要你们祷告 就说神啊 我看看 我下面应该没有了吧 没有了 完了 我 完了 希望我们 每一个人建造是 基灵宝石 好不好 你们不必站着 手放在你们的心上 你为自己祷告 神啊 求你帮助我 我知道你现在在 长颜活着 为我祈求 你把一个 祷告的生命给我 让我常常祷告 经历 神迹其事 第二 神你为我 预备地方 那个材料 是我记上去的 求你帮助我 但愿我寄到天堂 给你建造 我的房子 是基灵宝石 不是朝暮和解 你在神的面前祷告 每一位都开口祷告 为你自己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真是来感谢你 把这些 每一位都为自己祷告 把这些弟兄姐妹 都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来保守我们 好让我们 真的活在你的面前 我们不要做一个 普普通通的基督徒 因为我们的神 是不平凡的 你也可以透过我们 做不平凡的事 我们把自己 交在你的手中 保守我们 好让我们 能够在祷告上 不断地被你提升 在独生境上 被你提升 主啊 在服事上 服事上 被你提升 我们要建造的材料 是金银宝石的 主啊 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殷勤的基督徒 心里火热 常常服事神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